姐妹们今天又给你们来一个换特产的开箱视频啊 跟上一个来自武汉的特产是一样的 比较有特色 看一眼就知道来自哪里 第一个是啤酒鱼 每次发换特产的开箱视频 下面总有人评论说换的多啦少啦 然后便宜啦小气啦之类的话 其实不能这样说 每一个特产箱子打开 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诚意满满的 并且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个是不能用钱来定论的 给一个非亲非故完全陌生的人 很用心的去准备礼物 并且把自己认为很有特色 很好吃的东西去寄给一个陌生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所以收到的每一份特产 不管是不是我爱吃的 我心里都是特别的感激的 后面这些是我寄的啊 因为小妹妹她说她想换蛋黄酥 然后香酥鱼 脆皮肠 月饼 所以我寄的就这些东西 每一次能换哪些东西 其实我们彼此都是不知道的 基本上都是盲盒 所以不存在谁寄的多啦 少啦大方啦小气啦 其实换了什么东西不重要 换的就是那一份期待感动 然后给自己平淡的生活 增加一点心意情趣 这些东西不重要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